完成到我们主要的版面视觉设计之后 接下来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设计 连接到各个页面的导览内容 图示的内容我们可以直接在IconFinder的网站 搜寻到非常多免费的图示来做运用 例如我想要搜寻到的是Facebook的图示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在搜寻列的地方搜寻我们的Facebook 这时候这个地方在左边的窗格里面 我们可以优先的去寻找Victor也就是向量的图形 价钱的地方当然选择到的就是先优先免费的图示 所以Victor的意思就是代表我们可以去下载 关于SVG的档案格式的内容下来 所谓的SVG跟我们的Yentrator一样 它是一种向量的图形格式 这个向量图形的格式目前在网页上 我们通常会运用在logo上面的一个运用 既然是可以做向量的缩访 所以就代表我们的Yentrator就可以去做开启的动作 这时候这个地方我只要在我想要下载的图示上面 按右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去做 另存连接或者是另存目标的动作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在Yentrator里面 我们把这样子的图示开启出来之后 接下来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开始把它去做 全取然后去做拷贝的动作 在我们的Photoshop的地方跟Yentrator的运用 其实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我要把我的Yentrator放置进来到Photoshop的地方 第一个我们接下来会有很多的图示跟文字 当然我们就可以先新增一个群组的内容 群组的地方快按两下 例如我们选择到的叫做导览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我只要利用编辑功能表 贴上的功能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Yentrator的路径格式复制进来 所以复制进来的时候我们的Photoshop会问你 我们要智慧型物件还是贴成像素还是只有路径 甚至于说是一个包含有甜色的形状涂层 所以第一个我选择到的就是形状涂层的内容 这时候我们的Yentrator会根据你的前景色的部分来决定你的形状 会是什么样子的颜色 这时候这个形状的地方我们只要快按两下 我们就可以直接选择到我想要的一个颜色内容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利用我们的编辑功能表 当我们选择到任意变形的时候 这时候这个地方只要锁定宽高 当我把W也就是代表宽度的选项 我改变成像素之后 接下来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依照我们的需求 来决定我的图示内容的部分 希望是多大的一个尺寸内容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 第一个我们开始来把它去运用到的内容部分 例如我想要把它设定的是150像素 好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当我打工做一个确认的动作之后 我们的第一个图示就运用进来到这个地方 好接下来这个地方 依此类推我们在entrator的地方 继续的开始来新增第二个内容的部分 所以一样我把它去做一个拷贝的动作 这时候我们在photoshop的地方 前景是代表形状涂层的颜色 所以我们就可以先把前景色设定为我要的颜色之后 我们再来去做贴上的动作 所以当我贴上成形状涂层之后 它就会跟我们的前景色是同样的一个颜色内容 所以利用编辑功能表任意变形的地方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锁定宽高的内容 例如这个地方我们在上一个图示的内容部分 当我利用我们的任意变形 我可以知道我们的高度的地方 现在我想要把它维持在100像素 所以我们的相机图示的地方 就可以利用编辑任意变形的地方 我们把高度的地方也直接输入100像素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二个图示的内容部分 就会跟我们的第一个图示的地方 是相同的一个内容动作 好 所以依此类推 我们就可以开始继续的把我们的内容的地方运用进来 所以第一个当我把它去做拷贝 我们在Photoshop的地方继续利用我们的编辑贴上的功能 当我贴上成智慧型物件之后 再利用任意变形把我们的高度 改变成跟其他图示一样的高度内容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依此类推 把这个内容的部分完成到 像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运用 好 所以我们利用像这样子的SDG 我们就可以开始把任何图示的地方 运用进来到我们的Photoshop 那这时候形状图层的地方就可以让我们的任意变形 不会因此产生锯齿的模糊形状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完成到这个图示上面的运用动作 好 所以接下来这个地方 当然我就可以开始针对每一个图示来注明它的内容部分 所以第一个当我如果想要快速的把我的文字摆放在这个图层的上方 这时候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利用移动工具的部分 移动工具的地方 Ctrl按着可以让我们自动的把自动选取的功能去做勾选 Ctrl放开当然它就会做取消的动作 这个也是我们在CC2015的一个新的功能的改变 所以第一个利用移动工具 Ctrl按着我开始把这个自行车的地方点按左键一下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寻找到了它是在形状一的图层 所以第一个形状一的地方 我们可以更改它的档案名称 比如说叫做自行车 接下来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开始利用我们的文字工具 点按左键一下 这时候我们可以开始输入我想要的一个内容部分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 我们第一个导览的内容叫做租刃地点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告诉我们的使用者租刃地点 我们可以到哪个地方来做租刃自行车的动作 所以第一个当我把文字图层快按两下选取起来 因为我想要摆放的是在这个图室中间的位置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会建议大家 我们的文字段落的排列就可以选择到至中对齐 但是这个至中并不是把整个文字框架 放置在我要的图室中间 所以利用我们的移动工具 我想要对齐脚踏车的图室 但是我的脚踏车是不要改变位置的 所以第一个我们开始利用 Ctrl按着点按自行车的一个缩图内容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自行车的缩图 不透明的部分变成选取范围 当我变成选取范围之后 利用我们的移动工具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上中下 以及左中右的至中对齐的动作 所以第一个我们把它去做 左中右的对齐 为什么我们在文字的地方 要选择到至中对齐 因为当我如果想要修改文字的大小 或者是字数的内容 我们就可以发现到 至中对齐之后 并不会改变到它中间的排列内容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 我们依此类推就可以把它 快速的去完成到文字上面的修改 所以第一个我选择到的 比如说我选择到的是 黑体的内容 所以回到移动工具 这时候这个地方 可以利用我们的方向键 来做回调的动作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文字内容的地方 放置进来 好 所以接下来这个地方 我只要依此类推 开始来把它去做拷贝 对齐的动作 我们就可以完成到图示的内容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 第二个图示内容的部分 当然就会是在重叠在上面的 形状2的内容 所以这时候形状2的地方 就是我们要来介绍 我们的一期景点的部分 所以这时候形状2的地方 我们选择到的是相机 好 这时候这个地方 我们只要把这一个租刃地点的部分 去做一个原地复制 原地贴上 这时候的原地复制 原地贴上 如果你希望它的图层 可以摆放在相机的上方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 Auto按着 开始把我们的租刃地点往上移动 移动到相机图示的上方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完成到 拷贝的动作 Ctrl按着 开始选择到相机图示的内容 这时候当我们去做 左中右的中对齐 我们就可以完成到 第二个文字的内容 所以文字图层的地方 快按两下缩图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把它去输入 我们的第二个导览文字的部分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 我们就开始输入的是 第二个导览内容 叫做液起景点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 以此类推 我们可以去完成到 第三个内容 第四个内容 那这时候这个地方 当然除了这样子的方法 Auto按着 直接把它复制到 我想要的图层顺序之外 当然我也可以直接做 原地复制 原地贴上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 我们开始把液起景点 以及租刃地点的文字 开始把它 做一个选取的动作 所以Ctrl按着 我们就可以跳过相机的图示做 不连续的选取动作 我要做原地复制 原地贴上 所以我们只要利用快速键 Ctrl加上J Ctrl加上J 是我们在图层面板 我们在做新增图层的时候 可以利用 拷贝的图层来完成 那拷贝的图层 通常比较不好记 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 可以直接记 它就是原地复制 原地往上贴上的一个动作 所以当我利用Ctrl加上J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多了一个图层 在原地的地方 再利用我们的移动工具 按住左键 我们先做移动的动作 所以我只要拖曳出来之后 按住Shift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 把我们的内容 完成到复制的动作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了 Photoshop会自动 帮我们对齐到了 它的间距内容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 以此类推 我们就可以开始把 文字的部分 再做一个修改的动作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 在我们的 Photoshop里面 我们就可以利用 Ctrl加上J 来完成到 这个内容的部分 好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 完成到了我们的 四个导览内容之后 我们就可以让 我们的使用者 可以非常清楚的 在首页知道 我们总共有 四个图式内容的部分 来做应用的动作 好 所以因为我们把它放置 在同样的一个群组里面 这时候群组的地方 我只要把它关闭起来 我们就可以完成到 这个内容的部分 所以接下来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一个 更进一步的 美化动作了 为了让我们的 导览图式的部分 能够有更精致的 一个视觉效果 所以我希望我的导览图式 也能够有一个 光阴的部分 所以这个光阴的地方 我们希望可以让 四个图式呈现 四种不同颜色的光阴 光阴是要运用在 我们的导览图式的下方 所以当我们开始 新增一个图层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到 它会往上去做 新增的动作 这个是我们的 Photoshop新增的顺序 一层一层的 往上去做重叠的动作 可是现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希望 它是放置在 底下的颜色 我们就可以开始 在建立新图层之前 按住我们的Ctrl键 所以Ctrl按着 我们开始建立新的图层 这时候它就会在 选择图层的下方 出现出来 接下来这个地方 我开始利用 建立新填色 或者是调整图层的地方 选择到纯色的内容 这时候的纯色 例如我开始选择到的 是蓝色的内容 所以当我选择 确定的动作之后 这时候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们要使用 纯色的方式 来做新增的动作 纯色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功能 就是我们只要在 输图的地方 快按左键两下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立即的把颜色的地方 更改成我想要的颜色内容 第二个部分 因为我们的纯色有 遮色片 所以遮色片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快按两下 进入遮色片之后 例如我利用 复片效果 就可以快速的把我们的颜色 隐藏起来 如果日后我反悔了 我只要利用编辑填满 我们就可以把内容的地方 重新填上我想要的颜色 或者重新的把全部的内容 再继续去做隐藏的动作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使用 纯色来完成到这个动作 好 所以接下来这个地方 第一个 利用我们的笔刷工具 当我在笔刷上面 按右键的时候 我们选择到 硬度是0的笔刷内容 所以当我Enter 确认这个内容之后 我要把颜色显现出来 所以我们开始把前景色 切换成白色的内容 这时候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开始调整 我们的笔刷直径的部分 现在我的不透明度是100% 所以当我们在 遮色片上面去点按左键 一下 这时候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 它会100%不透明的去做 呈现的动作 好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 大家就会开始遇到一个问题了 如果我觉得它呈现出来的部分 太过于不透明 这时候我们的数值 应该要怎么去做调整 所以第一个 我会建议大家 可以先利用100% 来完成到我们要的形状内容 所以第一个 我们开始利用我们的笔刷工具 100%不透明 利用前景色白色的方式 开始把我们的颜色 显现出来 接下来这个地方 利用我们的编辑功能表 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 淡化笔刷工具 所以淡化笔刷工具的地方 当我调整不透明度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上一次的 笔刷内容的部分 开始完成到 颜色比较浅一点点的 笔刷内容的部分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知道了 日后我们的下一个图示 我就可以把不透明度的部分 调整到55的内容 所以当我选择 确定的动作之后 这时候这个地方 它就可以完成到 这个图示上面的运用 所以接下来 以此类推 我只要把这个颜色 去做原地复制 原地贴上的Ctrl加上J 当我点选 涂层遮色片之后 利用编辑填满 我选择到黑色的部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继续的 再利用笔刷工具 把我想要的图示 运用在我们需要的地方 所以第一个 我把硬度稍微调整一下 这时候这个地方 当我点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就会产生到 不同的图示上面的运用 所以我只要在 图示的缩图上面 快按两下 我们就可以直接修改成 我想要的颜色内容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 再利用我们的淡化笔刷工具 我们就可以完成到 这个内容的部分 好 但是这个地方 大家要特别注意 我们的淡化笔刷工具 它只能够运用在 上一次的笔刷动作 所以像我们刚刚 如果你已经选择到了 去调整它的颜色内容 这时候这个地方 是没有办法继续做 淡化笔刷的动作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 我们利用编辑填满的功能 重新填上黑色的部分 所以第一个 一样我可以直接去利用 淡化笔刷工具 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 从不透明度的地方 直接来做调整的动作 所以我们刚刚在这个地方 选择到的是55 所以这时候我们把不透明度 设定成55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把它去增加 第二个内容的部分 好 所以依此类推 Ctrl加上J 我们就可以继续的选择 涂层遮色片 利用我们的编辑填满 重新的把颜色更换过来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 再继续选择到 我们的粉丝专业的地方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 一样我们就可以完成到 这个内容上面的运用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 依此类推 我们就可以快按两下 去选择到我要的内容部分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 依此类推的部分 我们就完成到 整个图示上面的运用 所以最后一个Ctrl加上J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 把我们的图示部分 增加了几种 不同光阴效果的内容部分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 完成到这个动作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快按两下缩图 来更改它的颜色范围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纯色内容 跟我们在做甜色的时候 它的动作部分 我们就可以利用 割色片的一个技巧部分 来完成到 相关的一个动作内容的部分 好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 依此类推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内容的部分 应用一下 不同的一个视觉效果的部分 所以这时候这个地方 依此类推 其实可以让我们的 图示内容的部分 可以达到更多不一样 丰富的一个效果的部分 没有观伍 一点点 比较费